不要拉我啦 不要拉我啦 不要拉我一家 拉我一家人啦 男子赫鏘躺在地上 被兩名男子拖起雙腳 再抬起他的手一路脫行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同一名男子躺在地上 有人趕緊攀扶 卻也突然倒地 一群人喝酒喝到不省人事 凌晨三點多 事發在台中 美村路與民意街口 一群年輕人大玩酒精路跑 沿路大吼大叫 嘻笑聲不斷 巨大聲音和誇張行徑 讓民眾不堪其擾趕緊報警 警方到場制止告誡降低音量 而他們玩的就是年輕人最愛的酒精路跑 依照人數分隊沿路用走的 到不同超市場 買一瓶酒輪流喝完 直到有人喝醉或吐就算淘汰 跨年廉價 年輕人半夜瘋完 製造噪音擾人 引發民怨 記者陳正茂 黃山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戴麗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子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視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